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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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早了 你先不去 你答应结婚千佩做我的 今天已经很晚了 明天早上两手还要过来 这就是你赶我走的理由吧 碰上了不好 我知道 梁爽容不下我 但是我容得下梁爽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和梁爽一起来分享 你把我当什么 把你当一个我爱的人呢 我可承受不起 那就要看你想不想承受了 小房 你觉得我们之间是爱情吗 你跟梁爽之间是爱情吗 当然 好 走着瞧 我去买了 没有 我去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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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什么买了 你去买了 你去买了 我去买了 可以买了 你们两个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吃了死苍蝇了 什么情况 你们两个被敲诈了 坐吧 坐吧 乐乐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 非得大老远地让我过来 我说完了 你得保持冷静啊 你小舅舅又来了 不是 你今天收到良爽的短信没有 收到了呀 你不会是 好了好了 他已经说过了 你别那么难过了 他说我们四个 还是像以前一样 好哥们儿似的好朋友 行行行行 打中 如果我说 傅一平做了一些对良爽不好的事情 你觉得 怎么了 你又掌握什么新证据了 你看 李好跟良爽就是这么有缘 这种事也能让他给碰着 李好 又怎么了 他在饭馆吃饭 看到傅一平和艾小芳在一起 嗨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他们俩本来就是在事业上有交集的吗 这叫什么事情啊 天哪 天哪 他们怎么这么大胆露骨啊 这叫无耻 这 那怎么办啊 他们后天就要去拿结婚证了 今天 他还对良爽干出这种事情来 你说呢 我跟你说 现在阻止还来得及 就是 我也是这个意思 可他说不行 为什么 你觉得良爽还有他的父母 能受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吗 那也不能姑息养奸 结婚以后怎么办呢 就是啊 但是从傅一平的姿态上看来 我觉得他还不是非常乐意 跟艾小芳在一起 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分析个鬼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能在不伤害良爽 以及他父母的情况下 能让傅一平 跟艾小芳分开的话 你觉得那会有多好吗 那我们三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怎么可能 我做不到啊 那好啊 你去告诉良爽 然后把照片给他看 让他歇斯底里的 跟傅一平大巴一掌 然后分到杨镖 这样一来 可以让他的父母 七个半死 还被他的亲戚朋友 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你觉得好吗 哎 也是啊 良爽又失恋 又被人奚落 回到单位 还要面对艾小芳 这辞了职 还要天天待在家里 郁郁寡欢的 哎 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啊 良爽又是个性格好强的女孩子 是啊 你说 良爽良妈要特要面子 他们要是知道 这准女婿还没结婚呢 就在外面沾花惹草 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的 那怎么办呢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你们听一下 你说 明天我们三个一起 去找傅一平摊牌 让她以她在国外的父母 生病为由 把婚事延期了 至少后天先别领结婚证 这样可以让良爽 还有她的父母 和她的亲友 都能够接受 那 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了 什么意思啊 如果她是真心爱良爽的话 就给她一点时间 去摆脱爱小芳 这样一来可以稀释宁人 也可以让我们觉得安心了 那万一 她真的喜欢上爱小芳的话 那到时候我们再告诉良爽 一来 可以不用惊动老人 二来也可以给她一点时间 去找个借口摆脱她 这样婚讯就会在遥遥无期中 慢慢淡去 即使 有人偶尔会问起她 让她觉得尴尬 那也总比在一夜之间 天翻地覆的来得好吧 唉 良爽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啊 干脆把她打伤 看她怎么结婚 对 最好把她打得脑残 这样良爸良妈 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傻子 你们一个法王一个白痴 真般配 来 快快快 赶快想个办法 唉 唉唉 我想起来了 明天良爽和傅一萍 准备去婚纱店挑选婚纱 行吧这边走 这种款式您喜欢吗 还有这边这个 您看看这件怎么样 换一件吧 我觉得这件红的也挺合适您的 那您看看这个 这黑色的 对 还有这件 一瓶 看看 好看吗 好看 只要是你穿 什么都好看 那你呢 你是选英伦风格的呢 还是选中式排扣的 都可以啊 什么都可以啊 结婚一辈子就一次 当然要精益求精了 只要你喜欢我就喜欢 说了跟没说一样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 有点心不在焉呢 昨天晚上跟几个朋友喝酒 喝多了 现在头还有些痛 没事吧 还好 谁啊 应该是同事吧 你先去试吧 好 好 喂 是福一萍吗 我是梁爽的妹妹欧乐乐 你好 福一萍 我现在要见你 我现在陪梁爽呢 对 我知道 所以要找个时间跟你谈谈 你很急吗 你说呢 事关你能否结成婚 你说急不急 好 那在哪儿 去你家吧 好 去我家 一会儿见 梁爽 我公司有点事情 我先离开一下 你慢慢吃 完事以后我来见你 我今天好不容易请的假啊 好吧 那我陪你 好啊 行啦 去不去吧 一会儿呢 你不用来接我了 我看完自己回去就行了 好 打电话 拜拜 晚上来我家吃饭 知道了 是漂亮点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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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估计又要找咱们茬了 别看他 做你的事 哈喽 过来一下 我 我喝一杯 让你看 哎 我说傅怡萍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是啊 没想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碰面 我们来 就是想问你一件事 你跟艾小芳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工作上的关系 是 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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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需要喝交杯酒吗 乐乐 你应该知道我跟梁爽在相爱吧 当然 所以才对你对她的不忠感到愤慨 莫须有的罪名夹在我的身上 这不仅是对我的伤害 也是对梁爽的伤害 你不要想起别人的猜疑 我们没有证据 是不会过来的 你要看吗 梁总监今天怎么没有来 哦 她今天请假了 说是要准备结婚的事 她要结婚了 哦 是啊 但是时间还没定 不过 也够她忙一段时间的 这份文件帮我放在她那儿 明天我们要讨论的 嗯 好的 请问还有别的事情吗 小韩呢 其实呢 我觉得你人挺聪明的 不应该只满足当个小助理 而且男人呢 要有理想跟志向 对不对 嗯 我在公司误色了一下 觉得你是最适合的 我有个秘书的职位 而且这个职位呢 升职的机会会很大的 艾总啊 谢谢您的赏识 但是我不是学文秘的 我怕我做不好这份工作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好 那你先考虑一下 去忙吧 你自己看 怎么解释 嗯 你看 喂 你能走 我自己回去 我去见你 我去见你 我来见你 是怎么回事 我马上有了 他跑光纯着了 你怎么回事 我回来 严爽 严爽 있다 老爹 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你们别想破坏 也别想改变 我们想要搞破坏 我要是想搞破坏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把这个照片还留在这里 我昨天晚上就直接发给梁水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梁水 但是我跟爱小芳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昨天晚上只是大家喝醉了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 那个屋子里明明只有你们两个人好不好 那你们现在什么意思 马上离开梁水 不可能 我不会离开梁水 那你现在还脚踏两只船 李浩 让梁爽知道真相 我说了 我跟爱小芳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那你就当着梁爽的面 给爱小芳打电话 和她一刀两断 我 我们明明就是工作上的关系 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她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什么工作关系 那个多金女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财色都想霸占 乐乐 我们先不说这个 傅一平 我们还保留着照片 我们要花一个时间去找个借口 延缓你跟梁爽之间的婚礼 为什么 我们给你时间去调整一下 你跟梁爽和爱小芳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绝对有权利 去选择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 但你并没有权利去欺骗梁爽 我的事情不用你们干嘛 说吧 要怎么样才敢把照片还给我 你到现在还关心着这个照片呢 要是让梁爽看见这个照片 你知道她会有多小心吗 你只要把照片给你 我能保证不让梁爽受到伤害 你又这样 打算继续欺骗梁爽是吗 乐乐你是梁爽的妹妹 你是希望她不受到伤害 还是让她好好地结婚 好漂亮的借口啊 我早就说过了 这种人直接把她打残算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对梁爽是真心的 你们怎么诬赖我都没用 你要是心里没鬼 你要那些照片干嘛 那你们要怎样才不用 照片来威胁我跟梁爽结婚呢 谁不让你结婚了 我在门口听到了 艾总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车在楼下 我就上来了 你来得正好 要是你跟艾小芳没什么关系的话 你现在就给梁爽打个电话 对 你跟梁爽说 这辈子你只爱她一个女人 你发誓 和其他的女人 没有任何男女关系 我干嘛发誓 没有就是没有 你当着这个女人说不出来吧 我手机呢 在这里 哦 还说你们没关系 她手机怎么会在你这儿 哼 这还能解释吗 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冯一平 你现在就给梁爽打电话 跟她说你不去登记了 我们只要求你做到这一点 你明天就登记了 你明天就登记了 那你承诺过我的话呢 什么承诺 我先给梁爽打野 你被你抓捏 就不让你高兴 我先去闪了 我先来来 走 你 我先来他的 是 很药 我先来 两个人 那 你 这 这 怎么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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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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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谢谢 来 喂 梁爽 梁爽 喂 是你吗 梁爽 你说话 喂 梁爽 你怎么了 梁爽 梁爽 你说 怎么了 梁爽 我回家 好 你等着 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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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你们两个 现在手里没活干吗 不是 那个双姐扔了吗 什么双姐 双姐他现在是老板的 我说了算呢 你去哪 我交策划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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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姐 双姐 赵宁 爽姐不对劲啊 怎么了 不知道啊 刚才不还没事呢 这吵什么吵啊 大喊大叫的 怎么回事 金总 梁爽生病了 严重吗 不知道 我看看 爽姐 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谁知道啊 我刚才记得他就这样了 我看他不对 他赶紧送医院 打120吧 快快快 快打120 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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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梁爽 你别吓我 我看他病得不轻 他赶紧送医院 你还有脸说 一定是你 怎么讲这种话 什么意思 混蛋 怎么骂人呢 骂人怎么了 骂的就是你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没你的事 闭嘴 闭嘴 走开 来 我说 我们不都是为了梁爽好吗 你再哎呀一个 怎么了 我叫你 别打 别用手 干嘛 怎么了 打人 打的就是你 我告诉你报警 你去啊 因为我怕你啊 都别闹了 好了 你好 把梁爽拉起来 我们送他回家 谁回家 金总 不好意思 梁爽可能要请几点病假 好好好 梁爽的身体要紧 赶紧去 快去 你等着你 臭蛋吧 我告诉你 不会放过你的 好好好 都回去上班 都回去上班去 快走 走 你看这张 我去看看 来了 叔叔 怎么了这是 快快快 快快进来 没事 来 怎么了女儿 怎么了这是 少少 怎么了这是 孩子 这是怎么了 这是 怎么了这是 没事 这早上给我打电话 还好好的呢 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吧 是啊 叔叔没事的 他这种状况 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行了行了 别说这些了 叔叔阿姨 其实 我没事 我想睡会儿 我 醒了就好了 梁爽 梁爽 闺女 我 我 我 不 我 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在那大喊大叫的 你成何体统 你还让我工作不让我工作 你疯了你 我看你吃错药了你 这也太不像话了 这成何体统 金总 我要请假 我的爱小姐 我的爱助理 这你又怎么了 我头晕 我要去医院 好 都走 你们都走 你们都走 你不去 我去吧 你不去吧 你不去吧 你干什么 姑娘睡觉 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姓傅的不怎么地不是个好东西 你看看现在 真是要命了 简直是 你瞧瞧事 唠叨什么 老说我叨叨 我怎么了 一开始你们老说我叨叨叨叨 我说错了吗 没错 你说我哪点说错了 老说我叨叨叨叨叨 你说爽叨结婚这事 我已经告诉一圈人了 你说现在这事情弄成这样 这叫什么事 我们这年岁大的倒无所谓 你说爽叨以后出去怎么见亲戚朋友 你说让她以后怎么办 你别生气了 阿姨别生气了 你说姓傅的这小子 他怎么这么恶劣 真是太恶劣了 你说咱们这闺女怎么就看上她了 我 气死我了 你干什么去 我去找她个姓傅的 你别胡闹了 你上哪找她去 她还有脸见人 叔叔阿姨先消消气 我去开门 叔叔 您先别急 你会忽然地 偷旱 我听不懂 根据我 你怎么能说 没机会 收起你的虚伪烂情 滚得越远越好 滚 那我跟她爸妈说一句对不起总可以吧 对不起 你 现在你对他们两位老人的伤害 已经用任何语言都挽回不了 弥补不了了 知道了 你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走 你 你能不能逼过 Tet 我现在是我的老虚设备 可能是个情况 我轻连了一下 好 上门退销的 让我打发走了 好 阿姨啊 这婚是结不了了 从我的临床经验看起来 我觉得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你是说 它受刺激 受打击了 要缓一缓 是吗 目前来说我觉得它最需要的 是把事情放下 不要钻牛角劲 李好说得对 叔叔阿姨你们不要生气 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要是再漫服一瓶 只会增加凉爽的痛苦 妈 爸 女儿醒了 走 你们坐好 你们先坐着啊 叔叔阿姨 坐 别担心啊 过来 梁耀爽的个性好强 不要面子 现在出现这样的事 我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你的意思是自杀 呸呸呸 呸呸呸呸 李好 这方面你是专家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其实李诚说的 自杀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这个几率不是太高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维特效应的 就是说根据那个 不不 打住打住 说正题 正题 好好好 说正题 正题就是 梁耀爽现在最需要的 是有朋友跟亲人的陪伴 这样呢 可以让他的潜意识不会觉得孤单 而且可以让他身上的压力 被分担一下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多陪他 多照顾他 防范于未然 对吧 对 而且你们刚刚也看到了 伯父伯母为了他这件事情 心情变得烦躁 如果 把照顾梁耀的责任交给他们 我觉得他们会很辛苦 倒不如我们来分担一下更好 那 需要我们三个一起陪着吗 不用 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分工一下 轮流照顾他 好 就这么定 一会儿你们两个先回去休息 我来指第一班岗 不 我先来 我觉得第一班必须要找一个 有专业知识的人来照顾才好 也行 但是 在我对你的道德考察没有通过之前 你可不需趁虚而入 你 你别瞎说 对 别乱说话 我只是不想让历史的悲剧在梁云身上重演 你答应我 好好好 我答应你了 小博 谁做的事 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爱小薄 你不可以再被其他人欺负 也不能再不受重视 从今天开始 你要做的就是 你与阿富汗战 来 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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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不 你进去休息会儿吧 昨天你守了凉爽一夜没合眼呢 没事 李晓现在去看见凉爽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有什么不放心的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去看见凉爽一夜没合眼呢 贼心不死呗 李好那小子我还不了解啊 有贼心没贼胆 不过 凉爽这两天 心情好了很多 没以前那么低落了 还好吧 其实 我总觉得他心里有个坎 感情这东西啊 没法说 老板 有电话找你 那你帮李承仙看一下 别让他贴歪了 好的 好 来 帮我看一下 好 李教练 您不说家里有事儿 这样行吗 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这两天有事儿走不开 家里的事儿 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好 可以了吗 李承 好了 过来 过来 怎么了 刚才有个公司打电话过来 说要在咱们养生馆 包馆三天 让我报个价 我想了一下 报了个十万 你猜怎么样 答应了 为什么包三天 我没问啊 反正就是包三天 我们又没什么损失 这个 放心 请问这里的欧经理在吗 我就是 您是 我是浩天公司的 我们老总让我给你送押金来 好